所以它是很近的距离 那很近的距离可以做这个话 那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很近的距离要做这些东西呢 其实它是很近的距离是可以做 我继续看下去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讨论好了 因为这个有好几年没有讨论了 等一下我问你们为什么有这个必要 那NFC的Protocol跟Operation 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通讯的嘛 所以它基本上它也有一个Tag 有一个Reader 就有一个Tag有一个Reader 中间通过NFC的 要很近的距离 然后做这个传递沟通 那它有基本的通讯能力 它主要是用在Passive Mode 所以它Power也用的很少 然后如果Active的话 那它就可以做比较多的事情 那它用法就跟Contactless Small Card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两个人要联络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把两个这个device呢 把它放得很接近 然后Almost touch each other 就是我们两个有NFC的很接近 然后Communication就开始了 那Tag is half 因为它是Half Duplex 它不是Full Duplex 所以一个时间只能一项 那Allow only one device to communicate in one direction 然后就Change Change它们的这个能力 就Change Capability 然后有一个Agreement 然后就做了 那 可是我们已经有Bluetooth了 我们有WiFi了 我们有晶片卡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NFC这个东西呢 NFC这个Application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问大家的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有Bluetooth了 已经有WiFi了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NFC这种东西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它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这个推出来 一开始都推得很成功 现在基本上又不推了 这个 至少在台湾又不推了 那这个 他们做了几个示范的 然后就 又停了 那 那到底它是怎么定位呢 这这么一个通讯的技术 很近距离能够能够沟通 然后 你们研究所言二的应该有听过 我以前讲过这个 交换名片 我手机交换名片 早期 PDA交换名片是 没有Bluetooth的时候是用什么交换 红外线 红外线方向性 我两个对起来 我把名片按一下 我们就交换名片 那有Bluetooth的以后 交换名片会怎么样 Bluetooth上面有方向性 要选 我们这个 对 可是我们如果全部 每个人都有 我每个人都有Bluetooth 都有 我是不是要在Manual上面来选 你要Enable才会 它是最正道的 对 是Enable 可是我们全部都Enable了 我们现在 现在这边如果20个人 那通通都Enable了 那只有我跟你要交换名片的话 那这20个人在上面怎么办呢 还是要 会有个名称吗 对 像我IDM的电脑 它叫做IdiM 那我这次大概就是开掉IDM的那样 对 可是我们两个人要交换名片 我们要 要 我上面如果有一堆 我是不是要问你 你到底是哪一个 我是哪一个 然后我们才能够选到 一定要选项 一定要去做那个选项的那个动作 对不对 我们一堆人都有Bluetooth的这个 我要找到你 然后我们两个站在一起 我们都有Bluetooth的 可是周围有一堆先杂人等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不要 那我们两个要check 到底是哪一个 然后选 先好了再交换名片 对不对 那如果有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touch and go 所以它应该都是 就是你在有些 为刚刚讲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红外线有方向性 我们两个对着就可以 那Bluetooth它没有方向性 它没有方向性 只有我通通收得到 我通通收到的时候 那这个NFC他帮忙你 我们在很近 我们交换名片这两个人很近 那我们两个人就 两个手机很近的touch 要建立NFC的 就代表认证了 所以后面就不要再做选的那个动作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 所以它的 它的这个主要用在是 touch and go 假设你的手机是拿在你手上 我自己是 等于我来做认证的 你拿偷的手机那没办法 那是偷台的 但是随便捡来的 但是基本上它近距可以 就代表我近距 我眼睛看到你就已经有认证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做go或confirm 或connect 或者我touch一下 我就就可以连到这个 呃 网路上或连到 我touch一下我就连到下去 我可以download这个 某个这个电影广告 然后touch一下 我就可以做后面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touch来启动 接下来的那个另外一个 或者是bluetooth 或者是wifi 或者就是NFC的这个部分 就少量的information的这个go 所以它的定位是在这里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 所以稍微介绍一下NFC的这个部分 叫nearfield communication 然后2004年 这个直接我就不谈 好 接下来就谈一下这个U-code 或者是这个UID的这个部分 那U-code那个所谓U就是ubiquitous 的这个ubiquitous跟pervasive 这两个字常常用 那这里为什么说犯债运算呢 大部分都无所不债 对 这个pervasive也是无所不债 那这是因为那个 这个是日本人的一个 UID是日本人做的 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那位 那他们把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就叫犯债 我觉得翻的还不错 就是这个 就跟我们那个 这个webcode是翻成万维 我觉得万维也不错 翻的 比这个 比全球资讯网实验室要好听一点 我觉得这个 现在已经没有人叫全球资讯网了 万维也没人叫 就是web 就是web 那这个 那FID并不等于Ubictus Computing 为了它只是一个技术 那 那Ubictus Computing需要有什么东西 包含了Hardwell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Tag 然后各种不同的Range 然后呢 有各种不同的Tag 然后 然后有Hardwell有Driver 然后有Midwell 然后Application 合在一起才能变成一个运算 但Application本身不行 还有它跟后面的东西整合在一起 那 那日本人他就 有一个板春剑教授 那他 他就想到 那他 事实上他是后来才想到的 这是我帮他连起来 他一开始想到他是 他是这个 呃 想弄一个在device上面的作业系统 叫做Trump 然后 然后这个 呃 其实日本现在有5亿个device上面 所以日本的电器上面都有 都有让这个作业系统 那这个 呃 所以 所以他有一个这个作业系统 最后很多很多的变形 这个等我不详细看 等下我看完网站就可以了 那然后呢 他 一个一个是device上面都有这种作业系统 然后他有一些运算平台 他有所谓T Engine 就是这个这个里面呢 就是一个呃 软体开发的环境 这个软体开发可以开发这个创上面的软体 等于是embedded系统的这个环境 开发的环境 那那那这个有有板子啊 有你要开发embedded系统的板子啊 什么都通通都有啊 各种不同的大小 等下我会看 好他这两个是比较早提出来 那前几年他提出来另外一个 等你把这整合起来 就是说 他提供一个所谓的UIT UIT这个东西 等下我们会看它详细啊 就是这个UIT是什么呢 就是它里面包含RFID 包含二维条码 包含了一般的barcode 包含智慧卡 甚至于wifi 甚至于软体的物件 都可以给他一个ID 都可以给他一个ID 就RFID可以转换成这个ID 也就是我在各种ID上面 架了一个 一个等于全世界更 这个 更高一层的ID 那这个ID 我不管你下面什么技术 然后那我在上面 就用这个 用这个ID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 以这个ID 它跟那些device 它device开发的环境 然后把全世界的这些 只要有行动装置 要辨识的 有ID的东西 它都统统整合在一起 一个单一的一个标准在那里 日本人这种想法很久了 我说日本人做这种事情做很久了 做到最后就是只有日本在用 从高解析度TV 到很多第五代电脑 几十年前的地方 开始到最后推到结果就是日本在用 然后连那个WARP呢也是 手机的这个也是 它都 连Java的行动的也是 反正它就先弄了以后 结果就是 然后别人猜出来 可是这概念是没有错的 是很好的 然后他们已经在用 好那那这